大家好,夏天到了,古话说得好,冬吃萝卜,夏吃姜,姜是温性碱性食物,可以去湿去寒,夏天多吃对我们的身体益处很多。 今天就用生姜为大家分享一道老少皆宜,味道鲜美的美食,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我们把洗干净的生姜外皮削掉。 生姜熬水的时候一般都要去皮,因为生姜的皮是寒性的,所以我们熬水的时候要把它去掉。 像这样去干净就可以了。 生姜的外皮削掉之后,我们把它切成薄片。 大家看一下,生姜里面也是比较鲜嫩的,没有太多的纤维,所以气味闻起来,也是比较温和的。 切好之后,直接放入砂锅中,往里面加入一碗水,大约30毫升左右。 盖上盖子,大火把它烧开,煮上两分钟。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漂亮的小碗,打入两个全鸡蛋。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,搅拌成细腻的鸡蛋液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再准备两颗洗干净的香葱,把它切成葱花。 切好之后,放入盘中备用。 这时候我们的生姜水已经烧开,熬了两分钟了。 把里面的姜片用漏勺捞出来。 关火,把打好的鸡蛋液倒进来。 这时候快速的用筷子搅一下。 动作要快一点,是为了让鸡蛋收着均匀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把我们切好的葱花撒进来。 再倒入芝麻香油适量。 最后再放入少许的食用盐。 搅拌均匀。 美味鸡橙。 倒入大碗中。 好了。 这道生姜鸡蛋汤营养价值非常的高。 喝起来味道特别的鲜美。 常喝对我们的身体益处很多。 建议家人们在早上的时候喝这一碗姜汤。 这样可以顺应洋气的生发, 起到温不平昂的作用。 食欲不好下降的时候可以多喝一些。 这样可以让你一整天元气满满。 好了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 喜欢的家人们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也可以转发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